这是在上海虹桥片区 新开的两家蔚来跟乐道的门店 左边进来是蔚来 现在已经开业了 然后右边是一个乐道的门店 现在的话只是 招牌跟那个里面的一些布置 已经布置好了 现在就等正式开业 错的话 这个是一个之前东风日产的一个门店 现在的话被蔚来拿下来 相当于是一个汽车厂旁边 是中国一气红旗的一个门店 然后的话 现在可能旁边这些应该是刚装修好的样子 然后的话 从门店布局来看的话 蔚来那边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他现在车比较多嘛 到时候乐道刚上的话 可能一年左右还是一台车 所以说也用不到需要特别大地方 就左边应该是一个展车区 右边是一个沙发区 然后的话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后面应该是一个售后点 但是可能不一定是给蔚来再用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咱们等会走进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沙发区 然后都是一个橙色的主题 然后橙色的家具 橙色的枕头 然后的话里面应该刚装修完 还没有正式的補置 可以看一下 这也是展厅部分 左边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两个屏幕 一个应该是能源部分 一个看一下 然后还是 依旧是橙色的品牌 颜色 这个两个展桌 到时候可能展车 就放在这个展厅中间 可以看一下 那简单看一下 里面的布置 咱们就进去了 因为现在它是门门开 那是咱们人就不要进去了 OK 这是一个两个显示屏 还有一些相关的数据信息 近一点来看 这是三分钟换电 17.2寸的屏幕 还有这个是30个感知硬件 就是那些传感器部分的 OK 大概就是现在这个门店的情况 小arded 小杉盆 小杉盆